Hello 各位亲 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都说呀 日本生活设施特别完善 比如说超市很多 便利店也很多 不过呢 物价相对也比较高 但其实呢 在日本也有一些买东西很便宜的这种地方 比如说在生活区啊 都会有一些这种像菜站这种地方 有的时候卖的特家菜都很便宜 还有一种叫业务超市的 有点像我们的批发市场 一般都是给什么餐厅供货的那种 比如说正常卖茄子可能两个一道 但是在业务超市可能就是十个茄子一道 大概是这样的 相对价格也便宜 然后呢 生活区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便利店 也很便宜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了 B个A 其实这个在日本也挺有名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店的数量没有什么711呀 或者是Lawson呀 那么多 这个因为是直营店 所以数量少 但也因为是直营店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 我就这么拍着 大家也可以看着价格比较一下 因为B个A的口号就是你们家楼下的大冰箱 就是说你不用买冰箱 随时可以到B个A来买东西 它本来是24小时的 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缩短营业时间 但是呢 深夜过来买也基本上是可以买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像香肠199 正常的话别的超市可能会卖到299 像这种我爱吃的竹炉卖79 正常别的店里可能便宜的也要卖到99 这个豆腐才33 我就觉得还真是挺便宜的呢 而且这里的东西很全呀 基本上就真的是不用去大超市 有这么一个小便利店东西又全又便宜 而且还新鲜 你看像这个才163一盒牛奶呀 正常的店里也要卖到199左右吧 还有这有很多的速冻食品 感觉有很多都是别的店的半价差不多 当然啦 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半价呀 就是相对整体的这个价格会便宜一点 嗯 不过酒好像一般不算太便宜 还有B个A自己的品牌的这些饮料相对也是很便宜的哦 A 我们来看一下盒饭99 4个烧卖 5个煎饺 真的是很便宜啦 而且有的盒饭才卖196 你看 196的东西也很多 正常的店里哪有那么便宜的盒饭呀 便宜的也得399起吧 贵的还有卖到四五百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对于不爱做饭的单身来说 守着B个A生活 真的是太幸福了 可惜呀 B个A的店太少了 那现在从店里出来了 据说呀 有的老留学生他们在换房租房的时候 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想住在B个A附近 或者是有这种小菜市场附近的地方的房子 据说这样生活成本会大大降低 那生活的幸福指数会升高哦 有意思吧 那拜拜咯 嗯 HHH 嗯